啊 每周这张图也算是 阿妮在淘汰这阶段的一个死亡赛道了 嗯 哎 他昨天不是说不搬这张图吗 这样硬土 啊 采访的时候说啊 确实遇到点问题 但是我会在比赛里边逐渐的克服 哎呀 这巴勒说明没克服了吗 啊 对吧 就回头再克服 像什么 随机应变能力强 确实 哎 没话说 我跟这一张图硬刚 那成熟嘛 阿胜这边直接搬掉了西湖是吧 对 然后是十一城 十一城这张图阿胜在上一周的比赛当中啊 却在这张图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看后阿胜的一手搬位 嗯 海滨要不要搬 哦 雪山 哎 雪山这张图在我们概念里面应该是双方王图 嗯 其实 而且最开始跑得比较快的啊 19秒零 其实是阿胜先跑 对 呃 但是 排除双方王图的这件事情不说啊 其实我觉得这张图感觉上班位的必要或者说重要性没有那么高 在呃 呃 实战当中啊阿胜是跑得比较快之前也看过他发过一些视频的影子 但是阿胜在这张图能够把他的对抗性给发挥的比较好 嗯 其实呃 如果说前边没有拉开差距的话那就主要在后边弹射的那一个点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换言之就是强热气不太一样嘛 看起步阿胜能不能把自己的优势给发挥出来 两个弯的优势 接着对抗一直在抢内道 对 这里也在弯队内 现在顺侧起手先踢内线再开ECU影响到了阿尼的路线 是阿尼的ECU稍微歪了一点这样的话距离拉开了7.7 对 他被阿胜挡到了视野所以不大敢去提前释放这个ECU 反向求雾的话那基本就就没了 也是上一关阿胜这边躺的角度更好一点 对 但现在的话对于双方来说就是 对于阿胜就是一个前面开局了 这个开局他能够跑得比较顺利 但是感觉细节方面的话 其实阿尼在后追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现在距离已经拉到0.3秒了 对 这就是阿尼在这级阿胜杯 以及今年春季赛的一个可怕的地方 领跑后追他都有能力 两个人的频率 阿尼这边也是降下来了 是 阿胜又有上升 对 在下面这个弯道看的是细节啊 阿胜失误了 但是阿尼这边也没连带 没调整过来 不过阿胜这边的调整非常僵硬 是的 但是 阿尼快一点 进入到最后的路段 已经没有反超的机会了 一个主动的失误 恭喜阿尼先拿第一份 其实看到这两名选手 刚刚起步的名次啊 是阿胜领先 阿尼落后 这个已经违法了 这个已经违法了 就是说他们在这一届亚洲杯的一个常态 我觉得其实啊 你要说常态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一个固有的印象了 但数据其实也摆在这里 从数据来讲的话 其实阿胜 在后半段 尤其是从小组赛第二周 开始算起的时候 凯诺这种去应对 是 都跟阿尼有点关系 有点故事 但是其实在阿尼身上 觉得效果 我觉得又是微乎其微的 对 而且在混战阶段 他使用到情雷诺 一般喜欢也能跟得不错 是的 Solo赛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了 Solo赛的话 用铜车 基本上这张图 阿尼也是不拒的 所有人都这么打他 但他表现出来的分数 或者说稳定性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弱 对 最后收获的效果 其实阿尼也还不错 这一次起步 就像你刚才说的 阿尼先抢出来了 是 那看一下阿生 在做后追 这张图后追 就只能看路线 是的 要比陈琳琳较少年 要更好 这个点票很极限 DCO标过来 但是阿尼这边飞的是比较高 速度更快一些 没能够在后追 对阿尼造成有力的影响 是的 这边单前续过来 第一圈 三十六点九 差了半秒左右 是 阿尼这边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而且要点击卡 第二卡还出现了失误 还要再卡 那这一段场之前上 让他的速度应该是 距离啊 被拉下有点四秒 是 但是这边还要再补一个气 因为到了第二圈 智慧女神的小分时长的特性 已经没了 一次又再递过来 阿尼跳起来没有问题 速度上测诊也调整了一下 后面没有任何的失误点了 看一下这把成绩吧 感觉转掉 看下去 红线的时间是1分11秒77 打破了红孩儿的记录 是的 破了0.04秒 今天的 阿尼上来第二张图 就把记录给刷新了 而且这张图谁选的 对 这就是刚才咱们赛前提的问题 对 就看到猪肉机以后 就觉得为什么 风在打 阿尼选猪肉机 我觉得情有可原 因为是6天的记录 对 跑到了1分11秒77 小破顶在0.4 但是这一破啊 其实后面的选手 如果再有机会 对这张到阿尼 要思考一下 这张图你到底要不要上 没错 感觉打出来的效果 其实 不太如选手的意义啊 嗯 其实 之前我也考 格启阳有尼 嗯 不愧是你 嗯 看这一局发挥吧 看一下 带皮肤的阿尼 起步没啥出来 打过来是有点慢 是 哦呦 这边硬弹啊 啊你现在状态也真好 说明有自信啊 这真的说明有自信 是 因为他前面弯道是调整过来的 对 这边还是硬弹 阿尘有点小操 距离叭拉近了 对 再去抢 而且 真敢操作呀 快出去卡弹射 上去硬钢啊 挤开了 挤开提前下来 还能多一点机器 更早了吧 踊跃君主的这个速度给叠加上来 双杀弹射 阿尼现在要更好一些 出完也更早 但是阿尼边出完很快 形成不了太有效的对抗啊 哎呦 这样的话 就看阿尘在后面快出点 能不能尝试去干扰一下阿尼 下面一个暴地 再卡内线 但是阿尼内线守得非常死 是的 而且差一点 被阿尼的这个防守给顶上墙啊 阿尼刚刚没看错 应该又是硬弹过来的 还与阿尘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 你没看错 现在一个车身位 但对于阿尘来说 我们感受上就是使用到浑身卸出 但是没有办法拉近距离 是的 这这没有对抗的机会 非常好了 这个最好做细节的弹射点过来以后 还是没有机会 它依然是一个下一个不下 就看下面一个吧 阿尘要不要去暴地 去卡内线 暴地卡内线 但是阿尼预判到了阿尼的操作 也是才一个防守 但是还是被阿尼给反照过去 不过 这个意思又得提前入彎上墙了 恭喜阿尽 最后的攻防战 他成功了 是的 通过一个暴力 抢到了阿尼之前的车身位 对阿尼确实是预判了阿尼的预判 但是对于阿尼来说 心态也难免产生波动 而且作为暴地过弯这一项技巧来说 后这位就看着前这位 他能够把自己的路线 以及过弯速度控得更好一些 那么就是俩人跑都一般 这样的话就是俩人在这张图上 不会有差距 但是从阿尽的角度来说 他对于墨高窟应该应急要更深一些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只不过说最近没有打出发挥 这边对上了一下阿尽被挤出去 一零跑以后追 还是这个局势 那这个控车控的直接控没了0.3啊 对 那下面一个弯道进阶过来 阿尽入完有点早 停滞按的重一些 又落后了0.1 前面一个弯道 ECU看收益 收益 也在1.1 但是阿尽蹭了一下墙 这样的话阿生就有机会去拉近距离 再拉近一点 就跟刚才一只杀毒一样 没错 那优势就来了呀阿生 0.3 0.2 在第一圈结束的时候 两个人的差距非常小 这比路线有点难守 阿生出现一个小拖飘以后 第二圈明显比第一圈敢操作了 但是这个距离啊 跟第一圈其实是一样的 又拉回去了 阿尼和阿生 都是两个弹气的跑法 那这一个点 就可以效仿压第一圈 速度很快 在ECU 前面阿尼这次看他的主视角 还顾不上墙 哎呦 维教强 但是第一圈上墙 第二圈拖 这个距离0.5 有点远 只要阿尼不出现脱飘的话 阿生这一把 是没有机会再做反超的了 没问题 你还是能够拿到这一局的分数 3比1 哇 阿生心里也上来了 我说什么了 两个人智商 目前记录保持是机甲的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 这阿生什么意思 刚才听到了 颜明说昨天阿尼断空飘失误了 来一张全断空飘的图 极端 看起步 起步 两边有贴贴一下 这一个弯道 阿尼还是弹射 但是阿生的出弯又更快一些 下个弯道 阿尼能够尝试去卡内线 但是阿尽出弯还是很快 这边卡几个喷 又延续 4分 5分 都没问题 哎呦 这个对抗很聪明 就绕你内线 先浅碰一下 然后再选择双台撤 但是阿尼今天啊 这几张图看起来 其实都是板打心系那种感觉 哎 但是阿尽这边很细节 不过稍微有一点打滑 这个速度快的情况下不可避免 下面断空飘以后 阿尼出弯很快 这场图就是拼细节 哎 延续我刚才的 就除了细节之外 也有可能出一些意外 前面阿尽 果然意外也有 但是小意外 但是找回了节奏以后 领先的距离是不够大的 哇 你现在心率已经到了151 对 但是阿尽这边也不低 相较于他长期的 不过追上了0.1秒的差距了 状态来说 阿尼又有机会 这跟第一转是一样的 效仿一下之前的一个对方方式 就是尊敬一线 外入内断空飘 但断空飘阿胜要做得更极限一些 没错 不过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对方机会 下面一个弯道 阿尼再来断空飘 再找路线 稍微拉好一些 阿尼还是出弯要更快 但是阿尼没延上 对 想要冲突过来 顶到了阿胜 但是阿尼没弹气 看一下最后这个能不能守住 又是冲撞阿尼 他没延上他知道他速度慢 但是他这个调整也快 对 他是放着弹气去冲撞 然后那个弹气刚好支持到下一个弯道 下一个弯道 他一个WCW以后就抢手内线 每一个弯他的弹气 其实都刚刚好 你看似他是缺细的 但是他一直到中间线前 他没被超越 但最后的断空飘确实失误了 对 戴前线没延上 是 不过他这个弯道的冲撞 怎么能撞得这么准啊 就这就是我想说他胆大心细的原因 就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冲撞对抗 其实前边每一个小弯 在他和阿尚有着对抗机会的时候 他也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他每一次其实都很敢谈 他甩的角度都很好 很极限 然后就是往阿尚的内线 内弯去贴那一下 对 就是先碰再很爽 但是这个比分再回头一看 有差距 别选西部这张赛道啊 其实也是有点被迫的 对吧 因为每周班了 之前我们讨论过 你防止拿机架的赛道就西部一张 骑不出来阿尚这个侧身还挡到了阿尚 阿尼这个侧身挡到阿尚 刺激挡自己 可爱情 阿尼一个内线反朝了阿尚 是的 这两个阿字味的在这个时候 来个对A 哎 被卡的喷 阿尚直接平跑了一段 但是这一段平跑 其实在速度上影响着很大的 现在落后了0.6 0.6在这张图 还挺远的 相当远 这张图一共现在 哎 亚洲杯的成绩是多少 59秒77 阿尼跑了 对 也是 我现在唯一的跑就59吧 啊 唯一跑进一分之内 59点吓人了啊 确实 现在131 不是不是 这个是4比1 然后 阿尘这把还在做后追 再谈 听到阿尼没有失误呢 后边的话 以0.3秒的优势 这个暴力暴得很早 拉近了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 还在动态啊 而阿尼最后的长指线转向 可以冲现 恭喜阿尼 5比1 拿下第一大分 你敢想 这两个人打这么快 对 我第一局只能说阿尼进状态 这个从感受上来说啊 从对抗 尤其是从对抗这个角度来说 打得阿胜毫无还手之力 就是前几局一直是什么 阿胜出来了 然后阿尼在后边 阿尼去对抗他 而且对抗成了 这局不是 除了一局杀毒 对 这局是阿尼在前边 阿胜在后边 没超过去 一直在想挤 但是自己的喷被卡掉了 你打我的几拳全打中了 我还了你一拳没打着 我觉得不用包括 就全部覆盖 对不起 那怎么调整 对阿尼来讲不需要任何调整 这么打就行了 阿胜的班位呢 阿胜的班位雪山西湖 雪山确实可以放 但是刚才这张图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搬的 因为都是阿胜在选嘛 对 就是很难 然后莫高窟 你说你也搬不了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个选途思路 真的要变 其实之前 我们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着重提 这个提到的一点 就是两名选手的 一个跑车风格 以及选手个人的属性 一个是超级领跑之盾 一个超级后追之毛 对 但是这场比赛 确实也是随着这个走向去走的 但只不过说 阿胜应该要让这把这个盾 发挥不出来他盾的效果 也在起步方面 确实阿胜要选择一些 其他的起步赛道 是的 就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你的所谓矛盾之争 我觉得